請人請歡迎 我們副總統 大清朝七朝與民公交 簽著舅舅 總統府國策顧問童勇 在前紀錄師長李又昌 紀錄師議會議長同志委 與多位黨籍議員陪伴下 副總統賴清德 虔誠的向基隆罵上香 祈求風調與順 國泰民安 大連初一 賴清德特別走訪基隆千安宮 除了向舅舅同勇請安問好 更在現場發放議員輔帶 吸引大批民眾排隊領取 拿到的民眾指護好開心 超開心的 超開心的 你是真誠來的嗎 對 戴小孩真誠來的 你拿到紅包的 很開心 很開心 結任民進黨主席 賴清德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 他希望能團結全體黨員 並結合所有力量守護台灣 促進民主繁榮及和平 具體的做法就是發展經濟 我們希望可以團結 全體黨員 先進 跟台灣社會的議員 可以來完成 台灣在新時代新的宿命 就是修台灣 促進台灣的民主和平和環境 副體的做法就是拚命 相信你說 說要顧副作法要顧股黨 所以經濟發展是第一要務 經濟發展之後 要專民有養這個風險 不可以策略人好這個人 健康人要頂到教徒 用睡覺要頂到福祉 我們政府要有優於補本職 社會才會安定 賴清德強調 經濟發展的果實要全民共享 另外國家一定要強 國防一定要有力 才能保護和平 清德啊 來到雞人媽的祖情 青春三豬一定天生 就是基求我們麻祖部 可以鼓勵台灣 鼓勵我們大家每一個人 我們大家共同打招 只要我們感心 不論外面的條件有多大 我們一定有那麼多人順利 我希望最多難 所以我希望這裡 coeur 給大家祝福 我一定要 拜託 這 activating 一定要 謝謝大家 帶我們到這裡 被外界多次點名入革了 前舊市長劉昌澤 再次感謝市民的支持與栽培 也祝福大家新年快樂 大家非常福利 今天 我們大副總統 第一張車營 來了我們慶安庸牌 替我們台灣 跟我們國家來祈福 我相信我們今天 祟祉拜拜 所有的民眾 大家都是最有福的 邱昌在這裡 感謝大家的幸福 第二年新年在這裡祝大家 新年快樂 欣賞事成 萬事如意 紅兔大展 恭喜 感謝各位 謝謝 議長同志偉則期許賴副總統 明年能順利當選總統 再以總統身份來慶安宮發紅包 我想在疫情後的這個時候 大家今年你看我們慶安宮聚集了 這麼多人來領賴主席 賴總統的紅包 我想這代表我們經濟會逐漸的好轉 然後日子會正常的 慢慢的會恢復正常 我想在新的一年這樣子的吉祥 賴副總統跟林佑昌市長 還有我們所有的議員 都在這邊一起歡迎大家 也祝福大家新年快樂 而且我們賴副總統在行政院長任內 跟佑昌市長破壞了現在整個大基隆的發展 我想接下來讓他擔任總統 基隆會持續的成為台灣頭 台灣的驕傲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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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恭喜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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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